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母子三人 他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恩怨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凤凰村的母亲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 刚才这一幕是发生在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家乡凤凰村向正兰老人的家 老人今年已经是75岁高龄了 而那位向他扔钱的是他的儿子阮崇平 在场的还有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以及乡里的干部 因为老人的赡养问题 他们正在给向正兰的儿子做思想工作 然而突然出现的这一幕 令当时在场的人都极为错愕 你对他妈态度不管是什么 大牛子 先生 坐好 坐好 大家注意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说说那个钱告诉明镜与点栏目 你说声 querer跟你看 他说这个啊 来吃吃看 我说那个啊 来吃吃看 你来吃吃看 你来吃吃看 你啦吃吃看 你吃看 你先听我说 如果说今儿我们去的大厦时不好 那我们去发钱进 发钱要可以 但是我先跟你說的,我來的目的,也是條件 另外再有,講的是不法 所以我是從法律的層面來跟你們講 不是我也不法 不是法律有本意,代表是法律 你先聽我說的 你先聽我說的 因為咱從平的話,他不是很聽得進去 但我們說什麼,他好像都有理由 他自己的理由,我感覺是比法律多大 梁榮是石柱土家族自治縣人民法院的法官 他說他當時費勁了口舌,也說服不了 向正蘭的兒子冉崇平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兒子對母親如此冷漠呢 這首筷子人口的《太陽出來喜洋洋》的發源地 就是在這個有著幾十萬人口的石柱土家族自治縣 從古至今,生活在這片熱土上的人們勤勞善良 過著日出而坐,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 悠然而自得 而對於家住石家鄉鳳凰村山柱平族的75歲鄉政蘭老人而言 晚年的光景卻有些淒涼 這間破舊的木屋已經有幾十年 歷史了,而這就是向正蘭賴以生存的家 在屋裡,即使大白天都要開著燈 家裡一件家用電器都沒有 看上去唯一像樣異點的灶台和碗櫃 都是當地政府對口扶貧免費進行的改造 這個是政府的扶貸 這個是政府給你扶貸的 這個是政府給你扶貸的 政府給你扶貸 你說你那種扶貸的貸嗎 這個也是政府的 枕頭也是政府給你扶貸 這些年來老人就這樣一個人孤獨地生活著 種菜、種地、挑水砍柴 包括生病都是依靠自己 歲月不僅在老人臉上留下了蒼老的痕跡 繁重的體力勞動也讓他的右手四根手指彎曲變形 去年夏天象征男老人不慎從樓梯上滾了下來 在床上躺了半個月 捨不得花錢看病的他買了些藥酒自己擦拭 就這樣硬生生地把病情給拖了過去 其實老人不光有兒子還有一個女兒 也算得上是子孫滿堂 而兒子就住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幾步就能走到 而且是寬敞明亮的樓房 女兒住的比較遠也是寬敞明亮的樓房 但提起讓他去兒子女兒家過 老人卻連連搖頭 老人寧願孤單也不願去子女家 這是為何呢 這是老人的女兒染窮50歲 兒子染窮平47歲 十幾年前向正蘭的老伴去世後 老人就一人生活 當時姐弟倆已經各自成家 如今也都生活得不錯 老人說其實她對女兒沒有不滿 雖然女兒住得遠還是很關心她 這個也是我去那個在臉上買的 然後呢 這個也是去那個在外面買回來的 這些都是女兒 外甥女兒 還有外甥女兒 買這個長的東西 有毛毛 令老人不滿的是她的兒子 染重型 兒子的家與她家幾步之遙 幾年來卻從未跨進母親家半步 更不用說給母親經濟上的支持 大弟弟可打開沒得幾次嘛 就是她沒有說 連著喊的那個花子沒得 不怕那生日回來 因為是花 爸爸都沒得過 不怕那裹上裹下的 有哪裹出來 我是不少的 我那個人是說 那個人是那個 我那個人是什麽 不管有沒有犯 儘管那個包裹 那個我是想那一句真相 也是九條腔子是多的 提起母親 染窮平也是一肚子不滿 她說母親性格古怪 在外面經常惹事 和其他村民發生糾紛 而她每次都要出面解決 這讓她得罪了很多人 也失去了臉面 於是她不再和母親來往 而至於不拿錢給母親生活 那是因為母親有低保 有政府來養老 她拿不出來錢 善養老人 她跟我說維持不下去 她是維持不下去 她是維持不下去 現在那個小康 生活裡面的小弟 達到好多錢 她又有好多錢 一個月 她啥子過不下去 不能自理 還是走不得怕不得 沒關於 一走得怕得三 三天一場 四處大陸九處有意 一那樣不行 而且母親還經常在外面 說她的壞話 有一次她替母親賣辣椒 母親給了她50塊錢 油錢和兩條煙 她說這是母親自願給的 可後來母親非要說 是她要的 於是在調解的時候 她很生氣 就當著法官和鄉幹部的面 把錢甩給了母親 我回去像那樣嗎 既然你收不起 你給出來的東西 你收不起 那我還你嘛 沒關係嘛 你好好的還你 那我願意還你嘛 好好的還你 那個東西怎麼好好的還呢 你這樣事情就做出來 那人家怎樣想 人誰就是個人 哪一個就是個人 她說她是你的母親啊 她母親她說實在話 她是我母親她就不該這麼做 人家的母親說老實話 還生怕那個兒子 吃不上飯穿不上衣 她就做了一切 她自己最清楚 冉崇平說 這麼多年她沒有從母親身上 得到什麼 反而是姐姐得到了很多實惠 因此她心裡很不平衡 給了什麼 她一輩子 都是 不是她那一輩子 是老什麼 也是 煮了鬥子 是關鍵嘛 煮了鬥子出來救命 你問她買過的 在那洗的 說是她跟她給了錢 那個是 那個她是該給的 她都說她說 你實際上就是公安給了 那種的配料 就不要像三家人才 那種配料 紅子多 她說你公安給了 就是扣家給了 就是扣家給了 歸根結底 冉崇平 始終認為母親偏心姐姐 這從倆人結婚時的待遇 就能看得出來 以前好打個 十多人打一個 壁櫃櫃櫃櫃 她打人家 房子那個 松鼠都 都給我到我手 還跟她 我都把那筆 放來又跟她弄了 又跟她打人家 就在那當司機所 要說她拿個社會 她還是不算皮膚 要說肥年還是不算皮膚 那麼我結婚的時候 我結婚 奴別塊錢 你問她現在問她 奴別塊錢 都是姐弟姐大公 都是我不是親自不為的 你現在問她 她結婚 她說是她過的姐弟 是她過的姐姐大陸 在屋子去結婚 那屋子乾燥 都說是她過的姐姐 那她殺死的姐姐 殺死的姐姐大陸 她分錢沒把 她沒把錢 又問她我什麼 所以說出來 我都說我依然不計較 那些 她也只有那個人力 人人的能力又大小 她問她打法 也該的 是不也是應該的 那麼最後結局 也不該來整我的 冉重平說 結婚她沒有得到實惠也就罷了 就連分家 她都只分到了一碗米 而這 都是因為姐姐封厚的嫁妆 拖垮了她的家 一碗米的那個狗子 啥都是大半句話 對的 在我家的鐵兩燈 說那個 這九層那個 一回三次 一幾十都是 把她有個 打法都搞錯了 而後來 姐姐出嫁之後 仍然沒少從娘家拿東西 父親去世以後 母親也是靜想著姐姐 那些豆子啊 九米啊 她每年都在做 每年都有嘛 她住的都有 住的有嘛 她那裡是哪裡去了 全是背在肝上 跟人家帶過去的 我自己去走 但是沒關係 你看見過嗎 我看見過呀 肯定看見過呀 你媽媽把東西 拿給你姐姐了 我肯定看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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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肯定了還可以 你自己只要你做的來 是你自己做的 不是我的 你看見她給她什麼東西了 肯定看見過 我肯定看見過 她自己不想付出來 就是這樣 所以說我這個人 就不給她兩個打這種交流 你意思是你媽什麼都沒給過 你願意四季都沒給過你 這樣說 四季都那個東西 我也不敢說 我還是這樣說 我給我就給 我這個人從來不賣人家的錢 還是給我 冉崇平覺得 姐姐已是嫁出去的姑娘 潑出去的水 已不再是冉家的人 所以就算是蔬菜 也不能從娘家拿 那就不一樣了 怎麼不一樣 那女兒的好吃嗎 你別找錢 那個一樣啊 冉崇平還說 不管姐姐家有個大事小情 母親都被封後的禮金 而自己這個做兒子的 卻落不到多少好處 這點讓她非常不甘心 她送人家 她那女兒的大人 是她送好多 她送好多 那個她過得清楚 不我不去說她送好多 她過得女兒的錢 我都送好多 但是她那女兒結婚 她那外出的結婚也有送好多 她那婆婆的事也有送好多 那給你送多少 給我送多少 我才說20個雞蛋 我來攪一個大餐子 冉崇平進一步解釋說 姐姐婆婆去世 母親拿了六千元 姐姐的兒子結婚 母親一簽一簽的拿 而她的兒子過滿月久 母親僅僅拿了20個雞蛋 這讓她相當不滿意 她說她刮人 你去嗎 是她自己的一個星 對 她也是一個星 她也是一個星 別人對她好 別人給她刮五百 她不可能去換三百 別人別人對她 別人對她好 別人對她好 我那個本子在 後來她蓋好了這棟樓房 按當地習俗 房屋落成後 都要請客吃飯 來人要送禮金 這麼大的事 母親和姐姐不僅都沒來 連禮金都沒送到 她也是送過每個送錢 也是送過那女 那婆婆的十大 她送的人情未還 你別跟她說行 你別說全 公公拿他拿他 拿他賺水油 你拿油 一個小的也拿他賺水油 冉重平說 對於母親不拿禮金 她也能理解 但是母親住得這麼近 她請客吃飯 母親卻不出現 反而去了集市 這就是母親的不是了 我也理解她的心情 她當場也是覺得 她自己送不起 一分錢都送不起 她才那樣自己 自己離開她好一點 我也理解 但是我的心裡 不是要你送錢 送錢不送錢的東西 我那個請客嗎 不說多了嗎 幾十個人還是有嗎 那個人什麼 幾十個人還是有 我幾十個人 就供了幾個 一個人我供不起啊 你在我那裡 心裡沒關係 是吧 你不應該跑了嗎 她去趕常勤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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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門收到去趕常勤了嗎 對此向老太說 她那天並沒有去騎士 而是回了家 兒子建房子 還是她去幫忙煮飯 本來她手裡 有一千塊錢 準備給兒子禮錢的 可是突然發現錢不見了 她沒錢給兒子 只好回家自己偷偷哭 我等她找不到去哭 那團站都聽到我哭 我七月初 七月六十五千個不正 你把月初把斷稅 我不哭在那裡 七月哪一個人 對於這件事 冉崇平說 後來他們也幫母親去找 最後是他妻子把錢找到了 可是老人卻說 錢是冉崇平他們拿了 後來又發生了一次丟錢的事 冉崇平說 他再也不幫母親找錢了 他看過我的人就找 他給他找出來那個 你說他最後怎麼說 他對他說是他搞的 他說不是他搞的 我們找一下我們沒找到 你說這個事情怎麼說 你找到還有罪呢 他到時候是你的 你說他那個第二次行不在 我還敢幫他去找啊 投資我就上當了 投資就找到那麼一個人 我還去找啊 你那麼哭啊 而讓他最為惱火的是 至今他的房子還沒有房產證 原因就是姐姐不配合 原來向正蘭的女兒冉崇 雖然已嫁出去 但是戶口並沒有簽出 因此冉崇平要給新房辦房產證 必須經得母親和姐姐的同意 簽字裁程 然而姐姐卻成了他辦房產證的 最大阻礙者 家庭所示令兒子心生怨對 我看到她的眉毛 她的眉毛都沒法做什麼 女兒卻說自己有心無力 她要用我一把她拿著做人 給我一 年邁母親又能依靠誰 《今日說法》為您播出 《鳳凰村的母親》 在我們的記者採訪過程當中 冉崇平口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語句 就是母親一直一直如何偏心大姐 而她受了多少多少的委屈 這對她極不公平 那麼事實真像冉崇平所描述的那樣嗎 在距離石柱縣城幾十公里開外的魚池鎮 我們見到了大姐冉崇 聽說記者和法官們一行人士 專門為老人賛養的事宜而來 冉崇顯得很感慨 她說這麼多年了 就是因為母親的事 她們一家三口變得連仇人都不如 老死不相往來 你好長時間回去看事你媽媽 我沒去看過的 我是能給我去看的 我剛才沒東西吃的沒吃的 有的利用錢給我一給一用的 是給我一給一用的 一平台我給你弄來弄用 這個都是真意的 都是托人給他帶過去是吧 你自己也不去看 一直看一直看看起來好煩喔 心裡不看還好看就能過 我那你就看得 冉崇說她前些年也會經常回家去看望母親 可每次一回去弟弟就開始鬧 說老母親給她偷偷拿了錢用等等這樣的話 這樣的黑鍋她背的太多太多了 於是然群乾脆再也不回娘家 她要用完一把她拿給做任何人物 她現在要用完一把她免花 那你平時你媽媽有沒有拿錢給你用嗎 隨便去諮詢哪個 看她老大拿了一個錢 爸爸死了都是我去提示賣的 她都沒回來買的 隨便去問哪個嘛 而對於弟弟口中所說 她結婚時父母給她豐厚的嫁妆 冉崇說那會兒大家都窮 哪有什麼值錢的嫁妆 有啊把你的想象拒絕 把你去從婆婆給豆生哥來 改飯不 啊 豆生哥個山 我放這個沒多安睡 把山上的兩杯 豆生哥 改做婆了些 還有弟弟說她的婆婆去世 母親給了六千里金 冉崇解釋說 根本不是這樣 婆婆去世 母親掛禮三千 而不是冉崇平說的六千 況且這筆錢純粹是自己 為了在親朋好友面前撐面子 她給母親讓母親送過來的 我那裡婆婆給世了 送的三千塊錢 送的三千塊錢吧 不是她說的 我是那裡女生多好 老婆給男生的 是我婚子老婆不是人有 三千塊嗎 以她的名義去協議三千塊 對對對 以她的名義去協議三千塊 她怎麼曉得那個誰 她在路裡 她在路裡 是嗎 她也是老婆給她 她來給我送的五百塊錢 她老婆說是送一千塊錢 那你給她今天是沒了 因為她要送的真正 我現在為一個第一台 在一股之間裡挑 別理不說我怎麼說 但是這個說法 任崇平不認同 家庭 我是最了解 是嗎 我是最了解 都說市場從群人拿的 他那塊錢 這個市場人士 請他的別別 隨便去諮詢哪個 看他老大拿了一個錢 到會會的頻道 都是我跟他拿錢 看他去拿了那個錢 他不是冤枉我私人有 我那是想起他那些事 那是過去都困不住 關於弟弟蓋房子 請客吃飯的事情 蘭琼說 她是沒去 但那也是因為 弟弟沒通知他 他根本不知道 他那老人在世上 我得跟他送一千塊錢 結果我那段時候 都認得不來 我拼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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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去 你拼得他嗎 他說你拼得他 喊都沒喊他 我去拼他 我去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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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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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 他說這個事情 你們不該我說 你知道嗎 他有個媽在一起的 這應該他媽媽說 這個他送個行李 他不來 這給他送 我來覺得 給你婆婆 他們是得很晚的 送路別塊錢 我去的時候 你送路別塊 就給我送個行李 我還是有多喊起來 總而言之 蘭崇平認為 即便他不通知姐姐 姐姐也應該來 而且有媽媽在 姐姐不可能不知道 他請客吃飯的事 姐姐有事 他去送禮 自己有事 姐姐不來 也不還禮 那就是姐姐的問題了 更何況在辦房產證的時候 姐姐還推三阻四 以至於至今 房產證都沒辦成 對此 冉瓷說這事兒其實真的不能怪他 都是為了我那本房 他叫老婆的 他身份證的 我不是給他 所以打槍我的 我說是要個個子來拿 個子來拿 我給他給我 然後我給他 他說要我 你命我就不會去拿 冉瓷說 那天下雨 母親過來要拿他的身份證 和護口本給弟弟 冉瓷覺得母親年齡大了 怕母親弄丟了 他並不是不配合弟弟 而是覺得弟弟應該自己來娶 而不是讓年邁的母親代牢 結果 弟弟不來 還對他產生了誤解 就這樣幾年來 一家三口的矛盾越來越深 更重要的是 冉瓷覺得 弟弟總是說他從娘家撈好處 為了避嫌 冉瓷說 這幾年他也不登母親家的門了 而弟弟冉瓷因為這些事 既恨母親和姊姊 也不與他們來往 就算與母親相隔幾米遠 也不見母親一面 更不用說生活上的關心和照顧 反正現在是骨子骨的路 我現在自己都生活 他當然能幫我整個老婆 這段社會好 我不擔心 我這趴不得走不得 我這小的趴不得走不得 這幾十年 難說的 我這小的我難說的 那你生病啊 或者說 再從樓梯上摔下來 那怎麼辦呢 不怕 我這就不安的媽媽說 我前往跟 我是不得去跟 那個活動 那個黃金我去過 我這帶了屁股的路邊的 我後來就不開門 那別的她就小的 我再會試試 好今天我們節目 請到的嘉賓是中華女子學院的李明順教授 歡迎李教授 李教授 你看這倆孩子 兒子說母親偏袒大姐 所以我不能盡孝 大姐說呢 我不方便 我為了避嫌 所以我不方便去媽媽那裡 但是法律上 對孩子善養父母 它是有規定的 您幫我們介紹一下 善養父母 對於一個成年子女來講 這是法律規定的 應盡的 無條件的一種義務 那麼在這個案件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 阮崇平 他把很多話說的都理直氣壯 實際上我們要剖析一下 他至少有這麼幾個方面的問題 甚至可以說是錯誤 第一個 他把應該不應該做的事情 變成了願意不願意做的事情 也就是說 本來他是應該善養母親的 他做不做 就是首先你必須要解決 你該不該的問題 但是他變成什麼 那我想養就養 我不想養就不養 變成我個人的意願 完全要由我的意願來決定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他把他個人的標準 歪曲成了法律的標準 那麼也就是說 他其中有一個特別 那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是吧 那麼我說這樣就這樣 那麼他把自己的這種標準 歪曲成了法律的標準 這是一個 另外更大的錯誤是什麼呢 就是他把對父母的善養 對他母親的善養 這種無條件的法定的義務 轉變成了一種有條件的 主觀的自己的一種施設 那麼你想在這個裡頭 變成有條件的了 他該給我的東西沒給我 我不善養他等等等等 找出了一系列不履行 善養義務的理由 而這些理由 無論是從道德上 還是從法律上 都是站不住腳的 把這種把錯誤的認識 錯誤的觀點 當作理直氣壯的借口 這是非常錯誤 說來說去 染蟲平和母親 以及姐姐的矛盾 都是一些家庭琐事 可就因為這些事 導致幾年來 象征來老人 見不著子女的面 更得不到子女的關懷 有病有災 只能自己扛著 2018年 石家鄉政府在開展 扶貧攻堅行動過程中 瞭解到了象征來老人的 家庭情況 也為他的境況感到擔憂 但是要想改善老人的 生活狀況 還必須要從他的 兩個子女入手 那麼法官能夠做通 兩個子女的工作嗎 歡迎您明天 繼續關注我們的節目 好 感謝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說法 也感謝李明順教授 參與我們的討論 歡迎大家繼續關注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 央視綜合頻道 接下來為您播出的 其他內容 再見